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国际贸易英文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黄亚琳 欢迎收看今天的 国贸英文Business English 第十六讲简报 Presentation的一个转播 那上一讲呢 我们介绍到请托函 也说到请托函呢 其实在书信中 占着很重要的地位 无论是在商务 或是社交上面呢 其实它的应用范围 都极为的广阔 那因为旨在请托别人 所以我们的文体 必须要相当的彬彬有力 也千万不要忘了 最后呢 要再次提醒对方 我们所请托的要件 其中呢 初次请托函 与非初次请托函的 语气表达方式略有不同 这里呢 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非初次的请托函呢 可以分成第一个 感谢对方以往的厚爱 并再度请托 或是第二个 敬请会顾 请多多指教 的这种表达方式 那在我们介绍请托函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我们每项工作都会遇到 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叫做是简报 presentation 那什么是简报 我们的presentation的定义何在呢 一般而言我们的简报 是一种借由visual aid 我们视觉上的辅助 比方说是我们的这个 PPT powerpoint 所进行的一个演讲 那在开始正式的课程之前呢 我们要先认识一些 常用到的视觉辅助 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 overhead projector overhead projector overhead projector 我们这个投影机 再继续往下看到 后面还有一个讲到的是 overhead 我们的投影片 还有呢 我们的video player 我们的录影机 以及我们的video 我们的录影带 接下来还有我们常常会在 上面写一些东西的 这个whiteboard 白板 我们必须要在白板上面 做一些重点提示 whiteboard 白板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讲到是那种 可以翻阅的图表价 那叫什么 那叫flip chart chart代表是一个表格 图表的意思 所以flip chart 图表价 接下来呢 还会需要用到什么东西 大家都需要发的 叫做是hand out hand out 我们的讲义 都会需要这样子 手发出去 每个人都人手一张的hand out 我们的讲义 还有呢 这个realia 我们的食物 那我们所有的简报呢 其实都会包含到的部分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些用品之外呢 我们在简报的时候 还必须要做开场的介绍 我们必须要introductions 所有人都需要做一个开场 开场要讲什么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或者介绍一下 今天要做演讲的人是谁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做完这个前情题 要做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body 这个我们人身体最重要的地方 当然就是我们的身体 这一段我们的body了 那我们在写文章 我们在做报告也是一样 开头有了 结尾有了 我们中间这一段很重要的部分 就叫做是body 我们的主体 第三个呢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总结 conclusion 我们要做一个结尾 要做一个说明说 到底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大段 要讲什么东西呀 接下来通常这比较特别是在presentation中 才有的这个 第四个部分叫做是奇问 Q&A questions and answers 总是会有人在我们这个报告结束之后 举手说 老师啊 我有这个问题 哪里哪里听不懂 还是我是不是有什么部分 想要跟老师做一个讨论 我们都可以这样子使用到 那关于我们简报的一个基本架构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看呢 是我们有一个常用必通句型啦 哪一些句型很适合用在我们的简报 招呼语上面 我们要开始一个问候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讲到的是welcome to 后面会加上一个公司的名称 welcome to ABC Company 加上一个会议名称 welcome to agenda welcome to 研讨会 seminary 或者是lecture这些东西 欢迎来到什么地方 后面接上你现在欢迎来到的地点 我们欢迎来到什么样的场合 situation的部分 那来看下一个句型 我们可以怎么样写 他说 他说 我们发现他只有一点点点不一样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在进行说 他介绍谁来的时候呢 其实讲法都差不多 接下来那下面还可以这么样写 他说 I'm pleas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you I'm pleased 我很荣幸 我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呢 能够在这里跟各位分享我的经验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you 这是在于开头问候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自我介绍 我们每个做简报 其实一开始都要先介绍一下 我是谁 那人家才知道说 你是谁在讲这个东西 总是要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的部分 那自我介绍呢 其实有很多种句子可以写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看一下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大同小异 一点点不一样而已 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 第一个我们可以讲到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telling you a bit about myself 请容许我先对自己做一点介绍 Telling you a bit about myself 一点点自我介绍 那除了这种想法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讲呢 我们还可以说 Oh, allow me to tell you a bit about myself 说请容许我 allow me 或者是I would like to begin 我想要从哪里开始 这个都是叫做是 请容许我先对自己做一点自我介绍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写呢 还可以这么样写哦 I would like to begin by telling you a little about my background 我想跟你做一点自我介绍 给你一点我的这种背景知识 A little about my background 当然我们还可以这么样讲 那另外一种讲法叫做是 allow me to begin by telling you a little about my background 有没有它其实呢 它其实呢还是只有一点点的差异性而已 接下来我们就去往下看下去 还可以怎么样说 你还可以这么说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请容许我呢 先对我自己先做一点点的介绍 introduce myself 那你也可以这样讲 allow m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同样也是请容许我 请允许我呢 先对我自己做一点自我介绍 那其实呢 关于自我介绍就有这几种讲法啦 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它真的一点都不难 大家都还蛮习惯这些使用方式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发问 刚刚不是提过了吗 我们在讲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part four 我们会有一个questions and answers 要举手问问题的地方 那发问呢 通常这个我们的演讲者 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说 请不要打断我 在我讲完话 你们才可以问问题 或者是随时你想问问题 都可以问哦 不要有那种有所拘谨的感觉 但是这个呢 到底该怎么样讲 我们就可以看看 我们等一下介绍的东西 你就可以在演讲的时候 把它说出来啦 先看第一个句子 please interrupt at any time when you have questions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欢迎随时提出询问 at any times 或者是any time 那个at呢 是括号起来 可有可无的 第二个呢 叫做是 you can interrupt the presentation at any time 各位呢 可以随时打断报告的进行 千万不要有所压力 你要一直忍忍忍忍 到最后 说不定你就忘记 你要问什么了 那你也可以这么样讲 feel free to interrupt the presentation at any time 也是叫做是 随时都可以打断 在我们报告的进行哦 也可以这么样讲 you may interrupt at any time 这也叫做是可以随时打断 有没有看到很多个interrupt 没错它就叫做是打断打扰中断的字 所以我们常会使用到interrupt这个字 那我们这里呢都是说 随时都可以 只要你想问问题 举手就可以 千万不要怕打断我 但是有的人他会觉得说 拜托请你不要打断我 你一打断我 我就不知道该讲什么了 请你把问题留到最后 怎么样讲的就是 please hold your questions until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请将你们的问题保留到我们报告结束 再一并提出讨论 please hold your questions 请保留它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这样讲 please save your questions until after the presentation 也叫做是把问题保留到结束 报告结束之后再一并讨论 save your questions hold your questions 都是一样的 那同样的句子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讲呢 还有别种方式 你还可以说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I will answer them when I have finished my presentation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疑问 我会在报告结束之后予以答复 这也是说明了 千万不要打断我 我会在最后留一段时间给你做讨论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这种讲法可以讲叫做是 there will be time for questions at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他也是告诉你说 我会特别保留一段时间 就是要让各位发问的 我会在最后保留一段时间 你也可以这样讲 I will take any questions at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当简报结束之后呢 我会回报回答各位的问题 所以请你把你的问题呢 留到最后再来跟我讲 那这里呢都是在讲说 我们跟发问有关系 那我们在讲完说 我们就是请你把问题 留到最后之后呢 可能我们开始讲讲讲 讲一大段之后呢 这同学可能听不太懂 这个同事可能听不太懂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总结 give them a summary 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句子可以怎么样讲呢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些比较适合用在结论 用在总结的句子 可以这么样说 that concludes the main points of my presentation 这里呢就是我的简报结束 that concludes the main points of my presentation 我简报的重点 main points都出来了 你也可以这样讲 that finishes my presentation 我的简报结束了 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 除了这种讲法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这么样说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我的简报结束了 到这个地方 告一个段落了 除了这种讲法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 下一种讲法可以讲 叫做是 that brings 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这也叫做是 我的简报结束了 我们发现它其实真的 非常多种的这种 可以互换的这种讲话方式 好那它其实呢 还有这种讲法叫做是 we've arrived at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我的简报也是 告此告一个段落了 那其实呢 我们有这么多种的讲法 可以使用 也欢迎同学呢 在进行简报 在做报告的时候 上课可能每一课都有报告 试着呢 把它放上来 跟各位练习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 进行简报的一些 其他介绍 欢迎回来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介绍到了 很多关于简报 我们的开头 我们的发问 我们的结尾 总结该怎么样讲的一些讲法 那讲完之后 我们当然要看一下 到底简报要怎么做啦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段VCR 来看看我们的简报 它是怎么样讲的 先看一下VCR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Please allow me to tell you a bit about myself first I'm Vick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typical shops in the UK We divide them into three levels boutique as the highest level then mid-range stores and lastly the high street shops and we sort the three levels by customers and prices I will only take 20 to 25 minutes of your time please hold your questions until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Let's summarize First, I gave you the overview of the word boutique Second, I introduced the various shop styles and finally, I outlined our schedule for the next few days It is my hope that you now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country since we'll b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 看完了VCR之後 有沒有大概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看完了VCR之後 其實我們從圖片中可以看到說 這是有一個人 這個Vicky 他在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他做簡報的介紹 他做簡報的介紹 要做簡報的介紹 你有看到後面的標題其實寫到 三個不同的售貨店 在英國的這種三種特色的店家 在英國的這種三種特色的店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講什麼 一開始他會講說 Good morning,早安 很高興我可以跟各位介紹到這些東西 It'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 guys 他說很高興可以見到你們 那我是Vicky 那我想要跟你們來做一個這種介紹 然後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three typical stores in the UK 我想跟各位談談 目前英國最典型的商店 說到 We divide them into three levels both takes as the highest level Then mid-range stores and high-street shops 我們可以將這些店分成三種等級 最高等級的這個精品店,Bultix 次之類的是我們中價位的商店 mid-range stores 還有這個路邊的小攤販 這種street shops We sort the three levels by customers and prices 那這種歸類方式其實根據我們的顧客 還有我們的價位 Prices來做排訂的 他後面要繼續講到 I will only take twenty to twenty-five minutes of your time 所以要花二十到二十五分鐘 Please hold your questions until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請把我這個問題呢 請等到我都做完我的報告之後呢 才來跟我做一個問題詢問的部分 那其實他在這個地方就是他在做簡報的開頭 二十分鐘之後他開始要做這個簡報的收尾 然後講說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我的報告其實已經接近到尾聲了 Let's summarize 讓我來做個總結 讓我來做個結論 First 第一個呢 I gave you the overview of the word boutique 首先呢 我跟各位先解釋了到底精品店Bultix這個字的一個定義 Second I introduced various shop styles 第二我介紹了英國各種不同種類的商店 And finally I outlined our schedule these days 最後呢我也重點整理了我們這些天的一個行程 And it is my hope that you better understand our country now Since we will be staying together for a couple days 同時我的期望呢是各位現在對本國其實已經可以有進一步的了解了 因為這也表示呢我們將會在未來幾天都相處在一起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那說謝謝各位的聽講有沒有人有任何問題的 也會看到在最後呢其實那個人就舉手了就說 啊這個我有一個問題他們還繼續在做討論的動作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簡報的時候我們該怎麼樣講 我們介紹到了簡報開始簡報結束的時候就可以使用到的一些常用句型 那其實呢在簡報中呢我們也常常需要替聽眾們來做一些重點的摘要 那在進行重點摘要的時候呢也有一些可以用到的句型要稍微給他介紹一下 我們在講重點摘要的時候可以怎麼樣講 我們可以這麼樣說我們就說到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我們要來做一個總結啊 To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or the main topics 來做我們的總結要點或總結主題的部分 或者也可以這樣講 Go over the main points or topics again Go over 是表示重新再一次再重複一遍我們的要點或是主題 那除了這種講法呢其實我們還可以講到的是 Let's recap 叫做是讓我們把要點重複一遍recap 是重新敘述重複一次 或者你可以講Let's summarize 我們來做個總結 或者呢還可以這樣講 Let me offer you a quick summary 讓我幫你們很快的來做一個總結 做一個摘要結論告訴你們知道 我今天到底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那其實呢講到這個地方我們會發現在做結尾的時候 通常我們在做報告做到一個定點之後 我們都要做一個總結 告訴對方說我們今天講到了什麼什麼什麼跟什麼 當然有時候做總結的重點是為了要避免他人這個 在聽報告的時候不小心睡著反而抓不到重點 It's for helping you to catch the points quickly 這就是我們 summary 的一個重點 是在幫助你可以抓到摘要迅速快 迅速快速而且你也不需要任何由於你馬上就可以聽到重點了 那這就是關於我們在簡報的時候 會有一些注意到的事項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進行簡報的時候容易發生的錯誤 歡迎回來 那我們其實剛剛介紹到很多跟簡報相關的內容 我們提到的簡報呢有一些特別需要注意到的這種 特殊注意事項我們的講法要怎麼樣講 那我們也介紹到了我們的VCR 看到這個人他到底在介紹VCR的時候 他在介紹他的簡報的時候他是怎麼樣講的 他後面會有一個這種PPT在後面跑也說得很清楚 那我們介紹進行開頭進行結尾的部分 但是在進行簡報的時候其實常常容易發生一些錯誤 那我們下面呢把一些容易發生的錯誤 把它列舉出來稍微看一下 是哪一些錯誤是容易發生的 我們要避免犯錯 來看第一個錯誤的用法叫做 Our lecture today is John Will 他其實要講說我們今天的主講人呢是John Will 我們約翰威爾先生 可是像他會用錯呢 他其實有一個地方用錯叫做是 lecture Lecture呢其實雖然他也叫做名詞 但是他其實是指說我們的演講 不是我們的主講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用法該怎麼樣講 我們正確用法必須要改成是 our lecture 2 一r呢結尾的時候才是叫做是一個人的部分 Our lecture today is John Will 我們要特別強調是一個主講人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這種錯誤的用法是什麼呢 錯誤的用法講到了 I'm pleas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他就說好榮幸好開心可以跟你講話 有這個機會可以與你對話 可是注意到他用 please and please 這裡是錯誤的 千萬不可以使用這種現在式的 please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使用呢 我相當的榮幸按 please的 你要用被動語態的方式來講 I'm pleas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to you 來看下一個句型 他說 I like to begin by telling you a bit about myself 這裡呢其實他原本想要講的是 首先我想向各位來簡單做一個自我的介紹 但是如果你講I like 叫做是我喜歡 那我喜歡開始呢 就是先跟你介紹我自己 沒有我們要講的是 I would like 我想要 必須要這樣子寫 千萬不要漏掉 我想要 必須要這樣子寫 千萬不要漏掉 would 來看下一個句型又該怎麼樣寫 他說 I'm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is my new project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的問題是什麼 它有兩個動詞喔 這叫做是我將要談的是我的新專案 可是呢其實它第一個這個子句呢 這樣子寫是錯的 來看一下正確要怎麼樣寫 你正確應該要寫 Wha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s my new project 加上了what把它變成是一個子句 這樣子才可以 千萬不可以直接把第一個句型寫上去 這樣會有兩個動詞 來看下一個句型 它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take about one hour 簡報將需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好像都對齁 但是問題是should 後面的動詞不可以加上ing 正確的寫法應該是這麼樣寫的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take about one hour 後面要接的是原型動詞should 後面要接原型動詞should take about one hour 來看下一個又該怎麼樣寫 下一個又該怎麼樣寫 I divide my presentation into three parts 這叫做是我把我的簡報分成三個部分 可是它使用到現在是 divide 這個地方是錯誤的 因為我們在做敘述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簡報分好了 所以我們要使用的其實是完成式 I have divided my presentation into three parts 我已經把我的簡報分成了三個部分 分好了要使用到完成式 I have divided 再來看下一個句子 下一個句子說到 The point I will be discussing or depth and following 這裡的重點在哪裡 Point 是單數 可是我們的動詞是are 所以這裡你不可以使用到單數 我們正確的用法其實要加上一個s 正確的用法就是 The point I will be discussing or depth and borrowing 注意到前面是複數 後面就要是複數 前面是單數 我們後面就必須要是單數 必須要一致 再來看下面的句子 還有什麼錯誤呢 這個就比較長了 它叫做 Please saving your questions until after the presentation 它說請將您的問題 留到報告結束之後再提 錯誤在哪裡 在我們的saving 不可以用ing 我們要用動作 不然我們就沒有動詞了啦 我們要講 Please save your questions until after the presentation Save your questions 請把它保留到最後 停留到最後要使用到原型的部分 再來看後面還有什麼樣錯誤的部分 它說 That finished my presentation 我的報告到此就結束了 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沒有錯 問題是 它怎麼動詞不太對 That finished 這是單數耶 它怎麼會沒有加es呢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的 沒錯管是要加es That finishes my presentation 後面是單數 當然呢 我們這個孤生一忍的時候 必須要加上es來做一個補充 That finishes my presentation 我們再繼續往後面看 後面還有什麼樣的錯誤呢 它說 Does anybody have a question? 他說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錯 但是其實這個還 有一點點太中文式的說法 才會這樣寫 正確來講我們的es 不可以擺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be動詞呢 我們並不是沒有動詞 我們需要的是助動詞 所以正確的用法是要改成 Does 我們的助動詞的部分 Does anybody have a question? 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要用到助動詞 does 再來看下面一個句子 它叫做是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謝謝您的聽獎 感謝您的真的專心的聽的部分 可是問題是thank you for 後面呢 我們必須要加上一個純名詞 我們比較少會講到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我們會講到說呢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這是比較正確在使用的方式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這才是正確的方式 謝謝您的聽獎 好,那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講法 叫做是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這也是正確的講法 絕對不可以講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下一個句子還會犯什麼樣的錯誤呢? 這個叫做是 That's cover my first point 它呢 要把我的這個第一點的 第一個論點的說明呢 以上就是我第一個論點的說明 That's cover 但是問題是我們不會講 That's cover my first point 這樣就有兩個動詞 又有B動詞又有動詞 正確的講法應該是在下面 叫做是 That's covers my first point 這樣才是對的 以上就是我第一個論點的一個說明啦 那我們其實呢 關於這些介紹講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 我們呢 現在再來重新看一次我們的VCR 這次在聽的時候呢 請各位同學仔細聽看看 他到底在講些什麼 試著看可不可以照著他的這種講法 照著他的腔調 跟著他覆念一次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Please allow me to tell you a bit about myself first I'm Vicky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typical shops in the UK We divide them into three levels Boutique as the highest level Then mid-range stores And lastly, the high street shops And we sort the three levels by customers and prices I will only take 20 to 25 minutes of your time Please hold your questions until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I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my presentation Let's summarize First, I gave you the overview of the word boutique Second, I introduced the various shop styles And finally, I outlined our schedule for the next few days It is my hope that you now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our country Since we'll be spending time together 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Well, after the next few days You can see the two-page ones Now, you'll be thinking How about the second few days You can see the same sentence You can see the two-page ones Of course You can see the same specifics You can see the same details How about the information How about the information How about the information So we're going to talk Today we'll go ahead 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呢 要进行的是我们 Business English 国贸英文第十七奖 谈判的部分 下时候呢 会跟谈判相关的一些资讯呢 我们都会介绍给各位同学 下周见啦 拜拜